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又美味的汤底真是十分重要 那作为糖尿病大军的一员 我们建议最好就是选择清汤类汤底 例如呢 昆布汤 蔬菜汤 豆腐汤等 因为清汤的热量较低 可以减低对血糖的影响 而麻辣汤这类重口味的汤底就要避免了 因为这些汤底所含的热量较高 而且十分油腻 但无论是什么汤底 我们都不建议糖尿病患者直接饮用 因为火锅的汤底经长时间的烹煮 会内含高浓度的钠 钾 磷 对心血管造成负担哦 那第二呢 就是先吃蔬果 现代人因为急速的生活节奏 很容易养成吃太快的饮食型患 一般人的大脑接收到身体饱足的讯息 需要大概20分钟 所以如果进食过急 会容易出现身体已饱 但是大脑未饱而吃过量的情况 因此 特别建议糖尿病患者 在吃火锅时由蔬菜开始 因为大部分蔬菜都是高鲜 低升糖指数很低热量的 而且含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莫大的好处哦 那我们下段节目继续告诉你 堂友们要如何吃锅呢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世界宝 下次见哦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